大家好,今天是联合国国际幸福日。联合国在2012年决议通过,将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首先我们欢迎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洪道子博士的致辞。 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我们齐聚线上,借由庆祝国际幸福日来肯定幸福的重要性, 并凝聚我们的力量,创造属于全人类共同的幸福。 世界各地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幸福似乎变得遥不可及。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与拥有的一切,并关爱彼此,尊重彼此的潜力,进而共创人类幸福的转机。 我们应该重新评估所谓进步或发展对地球万物的意义。 从爱与良心,人权与人道的基础,优先考虑全人类的幸福和基本权利。 若问幸福是什么,每个人的答案竟不相同。 有人认为吃得饱,睡得好,就很幸福。 有人认为功成名就,就是幸福。 有人沉浸在花花世界的小确幸。 有人向往悠然见阑珊的逍遥。 也有修行人乐于为众生奉献的施比寿更有福。 古希腊哲学家定义的幸福,包含优良的美德, 花为人类的潜能与美好的生活。 联合国的全球幸福祖宿报告, 是以人均国内生产种植,预期健康受孕, 人生抉择自由度,社会支持度,慷慨度,贪腐程度等作为评比指标。 可见幸福是多面向的,从物质到精神, 从自己到社会,从人类到环境,从内而外, 推己及人,相互作用,相互相成。 充满诱惑的世界中, 幸福很容易被扭曲和误导为只是感官的享受, 后感觉的美好,短暂而无法持久, 如昙花一现,这种稍纵即逝的幸福, 往往带给人们更多的不安与彷徨。 真正的幸福不仅是个人的满足, 也应该符合我为所居住的世界与世人的福祉。 良心是天父,存在每个人心中, 唯有遵循良心的指引, 人们才能真正以同理心与彼此和世界连结, 从而能够团结合作,和谐共存。 当一个人真心帮助另一个人, 后所作所为,以利他为处啊点时, 他不仅追随自己的良心, 而且将他实践出来, 良心将我们与周遭的人创联起来, 彼此关心、理解、包容与相信, 成为互相支持的一股善的能量。 如此,所获得的就是真正的幸福。 这样的幸福是很久的, 且使人心灵负责。 良心是创造幸福的核心, 处在战争、疫情、政治经济等种种危机的当口。 维护全人类的永续幸福变得越来越重要。 永续幸福与人权密切相关。 人权是幸福的基础, 人权不仅是对个人幸福权的基本尊重, 也是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 自2012年至今, 每年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 北欧、五国、芬兰、丹麦、挪威、瑞典、河滨岛都位类前十名, 主要原因是国家尊重法治与人权, 福利制度的可靠与普及, 政府官员连结度高, 国家制度健全, 以及政府机构运转良好等等。 而最不幸福国家都集中在贫穷和受到战火波及的地区。 显见创造尊重源泉的环境, 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 政府的良心施政和个人的良心作为一样, 都可发挥救亡图存之效, 尤其国家元首的一任之善, 更可能挽救万千森林免于涂炭。 满足私利和追求利他, 可能导致不同的结局。 站在温水岭上的人们究竟做何选择? 能立举又立人,立国又立士。 最危急的年代, 晚晚也是激发人性本善, 既是助人的关键时刻。 未来的世界幸福以否, 掌握在现在每一位世界公民的愿力与愿行。 维护世界的安定与和谐, 不仅是各国领导人的责任, 更是每一位世界公民因共同贡献心力的义务。 国际幸福志提醒我们发挥人道精神, 以良心行事广传真爱, 以祥和之气消弭纷乱, 抚慰万物生灵, 用爱与良心促进和平文化, 帮助更多人获得永续的幸福与安定。 让我们共同祈愿, 愿疫情早入远离, 战争早入止息, 让人展开校园, 共创安全和谐与幸福。 愿世界得以永续发展, 永享太平。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妈妈猪猪, 大家好,我是女儿瑟琳。 今天是3月20日,国际幸福日。 瑟琳,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想。 蛤?不想? 是指无忧,无虑,没烦恼吗? 对啊,我现在10岁, 在我还小的时候, 差不多没什么烦恼。 哦,那你现在到底最烦恼的事情是什么呀? 就是写作案考试啊。 哦,那你最近有什么幸福的事要跟大家说呢? 就是上周日的时候, 爸爸妈妈带我去夜市买糖葫芦, 我一次吃了两串, 我觉得很幸福。 嗯,而且还是草莓口味的哦。 最近啊,妈妈在网路上看到点阅力很高的影片, 她的名称叫做国中生的烦恼, 想跟大家分享哦。 看小小年纪到底烦恼些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吧。 请看。 我是桃园市私立六合国中二年级的学生, 同时也是法税改革联盟的志工。 今天在这里, 我想要说我对台湾税制的看法, 因为我对于台湾败坏的税制度感到恐慌。 虽然我只是国中生, 没有报税的经验, 但是当我看到台湾税制的不完善, 也看到台湾有这么多企业沦为税灾户, 受到财政部和国税局的欺负。 也让我深深害怕, 台湾的公司企业若长期被国税举不当查税, 而出走或结束营业, 自己以后也可能会受到迫害, 也担心在未来不仅找不到工作, 还有可能要离开家人到国外当台劳。 我非常不希望我的未来是这样的不堪。 今年过年期间, 我和家人一起到加拿大旅游, 我们到了一家服饰店去看衣服, 那个服务我们的年轻店员, 他也是台湾人。 我们问他为何要来加拿大打工? 他说他要来赚钱。 在这几天的旅游中, 我看到了很多来自台湾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在来加拿大赚钱的。 有些的会回台湾, 有些的就直接留在加拿大, 不回去了。 他们其实都很想要回到台湾, 但是回到台湾工作, 薪水根本连他们自己的生活费都负担不了。 我看到了一则新闻, 里面说到, 台湾的大学教师出走, 近年越来越严重。 台大副教务长康世忠, 九月将转到加拿大的公立大学任职。 他坦言, 无法感受到台湾未来十年有机会。 清大今年也有三名教授离开, 交大还有教授, 直接带了整组团队离台。 我很担心, 我以后上了大学, 优秀的教授都走了, 没有好的教授教我, 我想问问看政府, 你们怎么留住好的教授给我们。 我曾经在网路上看到, 一个国家的新亡, 最重要的就是税制的完善。 以国埃及来说, 为何这个国家可以维持三千多年的反胜? 有很大的原因, 是税务官员征税的方式。 法老王所派出的书记官, 不可以抄征人民的钱, 如果做了抄征的事, 就会被割鼻子, 流放到外地严惩。 因为抄征让人民厌恶政府。 反观台湾, 有谁可以监督国税局官员不当克税? 台湾国税局的官员, 竟然在四年抄征总和超过五千亿元。 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国, 只要抄征了, 就会还税于民, 和人民分享盈余。 台湾的财政官员说抄征的钱, 又来还国债。 讽刺的是, 国债越还越多, 只见兆风金罚款66亿, 庆付案乍贷205亿, 公股银行980亿元无单品借贷中国企业, 国家拿人民的血汗钱, 来填补政府缺失与财务漏洞, 使国债越来越多。 大家觉得这样合理吗? 不合理。 而更不合理的是, 查税本应是税官应尽的职责, 但是当国税局的官员查税后, 居然还可以拿到奖金, 这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只要犯错了, 不但不用被处罚, 还可以拿到一支嘉奖。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这些违法抄征的官员, 还没有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明明是个连在国二社会课本中的公民都有写到, 当官员犯法时, 必须遵从责任政治里的法律责任, 并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种连国二生都知道的基本常识, 大人会不知道吗? 如果没有法税改革联盟, 我可能没有办法了解到台湾的法税有这么多问题, 透过这些活生生的案例, 也让我上了一课。 而我也开始关心我们的社会, 也开始为我们的未来站出来发声。 我希望政府可以听到我们的心声, 落实法税改革, 让企业不出走, 人财不外流, 外资敢投资台湾, 给我们年轻人一个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烦恼和幸福是相对应的。 一位仅仅国中二年级小小年纪的女学生, 就已经对台湾目前税制不公产生的危机, 造成这么大的烦恼, 她会感觉幸福吗? 身在台湾的我们, 你们觉得幸福吗? 看似幸福的台湾, 真的有那么幸福吗? 接下来, 孟臣要来跟我们深入谈一谈, 台湾人民真的幸福有感吗? 大家好, 从2013年起, 每年3月20, 国际幸福日这一天, 联合国会公布世界幸福报告, 以经济指数, 健康寿命, 社会信任, 贪污程度, 主观幸福感, 社会保障, 及慷慨风气六项指标, 来评比世界各国幸福指数排名, 提醒各国政府, 透过强化幸福指数, 作为施政的重要指标, 2021年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中, 台湾排名高居亚洲之冠, 全球排名来到第25名, 台湾人的幸福似乎唾手可得, 在国际幸福日的今天, 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下, 台湾人民真的幸福有感吗? 首先, 我想说的是, 台湾的赋税人权是长期被冷落忽视的议题, 根据法务部统计资料显示, 民国109年, 全国新增的欠税欠费, 待强制执行案件数创下新高, 共计有1431万件, 平均而言, 台湾每两个人就会收到一张以上的欠税欠费单, 而财政部公布110年国家税收创纪录, 超增4000亿, 仔细一想, 是不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疫情肆虐之下, 景气不佳, 薪水几乎动涨, 更有许多产业放无薪价, 多数人都需勘紧荷包度日, 国税局竟然绩效卓著超增4000亿, 两相对照之下, 让人不禁怀疑, 国家在执行税务案件及欠税欠费, 待强制执行案件时, 是否有过度执法, 及不当执法的问题? 前财政部长许宇哲曾公开说, 如果要讲赴税人权, 那干脆都不要课税了, 完全暴露了财政官员缺乏基本的人权观念, 所谓上行下效, 如果在上位者是这样的心态, 那更遑论基层的税务源了。 2017年3月9日,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法官林秋华, 在税务案件的判决记者会上, 回答记者询问, 为何不采用有利益人民的证据? 他竟说, 看了看了, 只是说现在, 因为年纪大了, 有时候看了会很快就忘掉。 法官敢公开说, 自己忘记有利人民的证据, 这不就是公然的枉法裁判吗? 我国税务人员长期缺乏法律素养与人权观念, 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之上, 举一个被学者称之为税法228的指标性案例, 太极门假案, 流浪法庭遭受税灾, 迄今已经25年, 国税局凭借检察官违法滥权, 无中生有的起诉书开单课税, 历经超过10年漫长的司法审理, 太极门刑事案件已经在民国96年7月13日, 获得三审判决确定, 无罪、无税、 无违反税捐接征法, 国税局却无视法院判决, 持续开单课税, 太极门师徒不断寻求税务行政救济, 救济之路长达20多年, 行政诉讼总共赢了18次, 至108年底, 国税局终于基于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第422号判决, 以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度数字第76号判决一旨, 更正80、82、83、84、85、 五个年度与禁事理相关的课税处分, 更正为零, 与刑事判决结果一致, 太极门师徒以为总算判得清白, 国税局却违反一致性原则, 独将81年度的禁事理当成补习班学费, 持续强征课税, 甚至移送行政执行署, 在109年8月强行拍卖太极门修行预定地, 鱼二拍流标后, 强行收归国有, 凸显行政机关完全默示司法判决, 一个政府却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执法作为,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国税局对一个上万人的团体都敢如此自意妄为, 那么一般老百姓的遭遇恐怕更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民主国家, 政府征税, 是为了国家的运作, 为了公共建设, 社会福利等全民的幸福, 不得不为的手段, 人民也有义务配合, 缴纳合法因缴的税金, 然而多年来, 法税不公的现象, 已经让台湾的薪资倒退, 外资却步, 企业粗走, 人才严重外流, 曾几何时, 身为亚洲四小龙的我们, 排名节节败退, 在国际幸福日的这一天, 我们要呼吁小英政府良心觉醒, 紧速正视台湾的法税乱象, 频繁冤错假案, 提升法税专业, 建立公正公平透明的法税制度, 让台湾的幸福指数攀升, 人民才能真的幸福有感,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和平祝导歌, 和平需要爱, 爱需要平衡, 近年来, 新冠肺炎疫情与战争等天灾人祸, 像雪球般扑来, 我们需要点亮新灯, 沉浸心灵, 为全球生灵祝导, 愿丧苍怜悯, 让我们重回爱的怀抱, 感谢观看, Let us illuminate our inner lights Calm our hearts and pray for the world May heaven have mercy on its children And allow them to return to the arms of love Put down the weapon of hatred While praying sincerely for the world We hear the call of our conscienc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also suffering on praying for you May heaven bless the earth May there be no more flame of conflict And no more word May our wishes for peace come true May the light of hope arrive May there be no more flame Use love to relieve all our fear and pain With confidence and courage People will rebuild their homes We are grateful today That you and I are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Praying for the world And singing peaceful songs To warm people's hearts Smile from your heart Love yourselves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ith selfless true love We are awakening people's conscience Let us consolidate all kai-fart Let us consolidate all kai-fart Apply our conscience To benefit the world And return to our Happy home Happy home Happy home That you and I have to wait That you and be joyful That you and me That you and I will That you and I will be in love Maybe people who are being part of me Acting us to be a part of our 感谢观看